摆事实,看真假,欢迎来到中外新闻找不同 大家好,我是正义 今天是2020年4月11号,也是我们频道的第一期节目 看看我今天在腾讯网给大家找到了什么重磅新闻 今天的重磅新闻是 剑桥大学溯源新冠病毒 爆发根源毒株,更多发现于美澳 看到这个标题,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有一样的感受 就是病毒来自美国,可以实锤了 为了进一步确定这条新闻不是无良公众号发布的 我在百度上进行了搜索 进搜索发现腾讯新闻,新浪新闻,爱奇艺等主流新闻媒体 都对这一新闻进行了报道 所以可以确定这应该不是无良公众号发布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原文 当中提到了几点事实 来佐证剑桥大学发现了病毒的起源 新闻中列举 一 A类病毒更多发现于美国和澳洲的感染者 二 A类在武汉只有极少案例 其来源于武汉生活过的美国人 三 A类和从蝙蝠穿山甲身上提取的病毒最为相似 四 研究人员称 A类病毒为爆发根源 我想这就足以佐证病毒来源于 美澳 剩下的几段 就是在论述 在研究当中发现的B类和C类病毒 其中最后指出 研究人员认为 读住C类 演化自B B类演化自A 基本可以确定 病毒来自美澳是无遗了 不知道看完这个新闻 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 想打开新闻链接的科研文章 让我们一探究竟病毒是如何传入我国的 这里就是原文 也就是新闻引用的论文 我们来看对比一下原文中的新闻中的证据 在原文中是如何说的 能不能找到相依依对应的关系 原文中第一条证据 A类病毒更多发现于美国和澳洲受感染者 这句话在原文当中的 这里非常明显的提到了 美国和澳大利亚 第二个原新闻中指出的证据是 A类和从蝙蝠穿山甲身上提取的病毒最为相似 我在原文当中也标注出来了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周教授最近发现了 最近发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指出 他们发现了一个蝙蝠的冠状病毒 和人中传的病毒 有96.2%的相似度 他们把这个病毒的总群 联系最大的总群标注为A 三 研究人员称A类病毒为爆发根源 当中引用了the root of the outbreak 在原文当中 我并没有找到the root of the outbreak 其中最相似的一句话 就是the source of the outbreak 因为root和source可以说是一个意思 都可以表示根源和消息的来源 这里说的是 这些美国人据报告 都有在武汉居住的历史 同时武汉呢 也是现在被大家认为的 presumed source of the outbreak 也就是被大家认为的发源地 而新闻当中表示的是 并没有提到武汉 所以可能是翻译的时候 把这一句漏过了 第四条呢 研究人员认为 读出C类型演化字B B类型演化字A 这个我们可以在两段中得到佐证 4.1证据是 Node B is derived from A 也就是说 A演化出了B 4.2证据显示 Type C differs from its parent type B 也就是说 C是由B演化而来 这四条信息应该就是 新闻当中指的四个证据 现在我们来看文文的摘要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通过对160名 重症患者的基因图谱的分析 下面一句话是说 他们定义了三个不同的种群 A B和C 其中A是Ancestry Type 也就是祖先类别 其中A和C类别 在东亚之外广泛传播 而与其相对比的是 B类型只在东亚地区传播 在其他地方并不多见 而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 是描述了 Final 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可以翻译为 进化网络分析 作为非专业人士 我们就把它叫做方法X 在后面我们会再次引用它 下面是原文 我们继续看 第一段描述的是 方法X的出现 以及其应用 没有说到种群A B C 所以在这里 我们不注资逐句的去评读 我们从第二段开始读 第二段第一句话 在2020年3月初 GISAID数据库当中 存有253个重症患者的基因序列 而这些基因序列 是由临床医师和研究员提供的 他们从去年12月开始上传基因图谱 为了更好的理解病毒的传播途径 这篇文章分析了160个数据 较为完整的基因图谱 这是第二段的内容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段 第三段开篇提到的是 周教授最新公布了一个蝙蝠的冠状病毒 其相似度和在人群中 传播的冠状病毒的相似度 为96.2% 他们把在蝙蝠身上的这个病毒 当作A种群的根病毒 我的理解就是源头 然后下一句话表述的是 在当前疫情大爆发的情况下 病毒A以及A的变异体 已经同时存在 也就是说 现在传播的病毒 不仅包括A 还包括A的变异病毒 下一段 A种群包含两个变异体 其中这个变异体 包含4中国人 而这4个中国人来自中国的沿海省份广东 他们携带由祖先基因 同时呢 有三个日本人和两个美国病患 他们的病毒和祖先病毒 都有差异 有一定 A number of mutations 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变异 下一句当中 在中文中被当作了证据 但是下面一段话 它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呢 下面一段话说的是 这些美国病患 他们都有在武汉的居住历史 而武汉的居住历史 而武汉是现在presumed source of outbreak 也就是说 武汉现在是被认为发源地 下面他提到了第二个种群 C我们就叫做A-L-E-L种群 而这个种群当中包含五个来自武汉的人 其中有两个人是祖先节点 在这里我理解为源头 同时还包括其他八个东亚的人 其中这八个东亚人包含中国人 和一区邻近国家的人 这个子种群 值得注意的是 有将近一半的人 是在东亚之外找到的 在哪呢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 将近一半是什么意思 33个人 有15个人 这是原文当中的数据 下一段 另一个也能注意的是 striking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included in the node type and in mutation branches radiating from these nodes 意思就是说 派生出来的B和C种群 引人注意是因为 患病数量以及变异的特点 所以接下来两段描述的就是 C种群以及B种群的特点 那这里面描述的 在原来的新闻当中已经有所标注 大家可以去新闻当中自己去看一下 原文中描述的事实 就是B类毒株 是中国境内及武汉主要类型 C类病毒是欧洲主要类型 亚洲地区的香港 新加坡 韩国也有此类型 前面有中国大陆发现 那这里这两个当中 唯一对我们分析比较有用的 就是这一句 B是由A演化而来的 同时C是由B演化而来的 而其他内容 就是对于客观实施的描述 文章的讨论 就基本上是讨论方法X 它的有效性和我们为什么要用方法X 其中他给了一个例子 有一名来自安大略的人 他去了武汉 然后又从广东回来了 回到了加拿大 后来他在1月27号被确诊为新冠状病毒 在之后的分析中发现 在北美地区有一名加拿大人和两名加利福尼亚人 都有他的基因病毒序列 所以后面几段想阐述的一个重点就是 方法X有效地帮我们追查病毒的来源 以及他的传播轨迹 所以他在预防当中会有很好的效果 由于没有讨论关于种群ABC的任何消息 任何信息 在这里我们也不做深入讨论 好了 这篇文章就带大家分析到这儿 不知道看完了这篇论文 大家是否还有病毒来自美奥的感觉 新闻是否有待节奏 为大家自己去思考 今天的正义新闻就比较到这里 视频下方我会贴上原文的链接 以及谷歌继续翻译的内容 同时对我们内容感兴趣的朋友 记得点击订阅和传播 谢谢大家